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地产公司 一项15年的税务欺诈案件最终结果出炉 被判处罪名成立 现任总统拜登儿子的电脑门丑闻 在推特被压下来的原因被马斯克最近曝光了 根据BBC的消息 12月6日在纽约经过两天的陪审团审议之后 川普集团被判所控的17项罪名成立 川普集团在世界各地经营的酒店 高尔夫球场和其他房地产公司拒不认罪 但是川普在这一案件中并没有受到个人的指控 他家人也没有亲自受审 这一判决将导致川普公司未来贷款和融资的困难 川普要对判决提起上诉 并且再一次把这一案件描述成是一场政治迫害 检察官指控川普公司存在欺诈和欺骗文化 川普集团旗下的两家子公司 川普公司和川普薪资公司 被控向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丰厚的津贴和补偿 同时故意向税务当局隐瞒利益等 全部被控共17项税务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 检察官约书亚斯坦格拉斯 在结案陈词中告诉陪审团 福利的大杂烩目的是让其高层管理人员保持乐观和忠诚 作为证人 指控川普公司上述罪行的川普公司的员工 75岁的首席财务官韦塞尔伯格将被判入狱5个月 并偿还170万美元的隐瞒收入 韦塞尔伯格这一案件判决之后 法官将会在1月3号宣判 而川普反驳说为什么川普集团会因为 前首席财务官韦塞尔伯格先生的个人行为 而受在个人纳税申报表上进行税务欺诈这样的起诉 川普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中说 川普公司是委托一家当时备受尊敬 并且是费用昂贵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 来完成这项工作的 川普办公室的声明认为 这个案子是史无前例的 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的延续 川普补充说 纽约市现在是一个很难成为川普的地方 而接下来 川普和他的三个子女 可能会面临被禁止在纽约州展开业务 领导这起民事案件的纽约总检察长 莱迪夏詹姆斯发表声明 称12月6号的判决是一场大胜利 这场胜利表明 当个人和组织违反我们的法律来中保私囊的时候 我们将追究他们的责任 而在另一边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儿子电脑门的事件 也有了新的进展 12月3号 马斯克突然宣布 今天下午5点 推特会公开之前拜登儿子的丑闻 是如何被推特公司压下去的故事 随后他转发了记者马特·泰比的推文 这位记者连续发了30多条推特 矛头直指当年的推特公司 当时推特迎合拜登团队靠删帖屏蔽 强行地在大选期间压下了关于拜登的巨大丑闻 根据今年的最新民调 70%的选民表示 如果当时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会改变自己的选择 但在政府的压力之下 马特·泰比随后删除了大部分的推文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多家美国媒体披露了一系列的材料 揭露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涉嫌吸毒、嫖娼、贩毒等犯罪活动 然而拜登不仅包庇自己的儿子 还善用职权将儿子亨特 安插在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董事会 让亨特成为了一名百万富翁 根据媒体的说法 这些材料都是亨特·拜登 在送电脑去维修店的时候泄露出来的 并不是非法所得 就是后来所谓的电脑门 有人认为 马斯克爆出拜登儿子电脑门的事件 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赚取流量 挽救他的推特公司 然而 这对于拜登的2024年美国大选的影响 或许才是更加深远的 静怡认为 在民主国家 政客之间互相揭露对手的黑料 把竞选总统的人的前因后果 各种关系全都呈现在选民面前 这种做法对选民是有好处的 那至于选谁做总统呢 那就真是要看选民自己说了算了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